而詳細的死因還有死亡方式 要擇日解剖 鑑定 也需要家屬同意解剖 所以我們看到 從最後的身影曝光 大約是昨天晚上7點15分 他返家之後 就再也沒有出門 怎麼會想得到 在幾個小時之後 就傳出不幸 目前傳出他疑似是 心肌梗塞跌倒 撞頭身亡 最近情況連線記者陳宇璇 好幾個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注知名語人 小鬼黃宏生 猝師的最新消息 就在稍早 他的最後身影也曝光了 您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 就是小鬼他在昨天晚間 大約7點15分的時候 他開車回到位在 台北市北投區三河街的住駕 他當時把車停到 地下停車場之後 就打電梯要返回他9樓的住駕 如同我們畫面上所看到的 當時的小鬼 他穿著一件藍色的棒球衣 還有黑色的短褲 身上背著一個鞋背包 他當時是正在照鏡子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他的身情是略顯疲憊的 另外他還對著鏡子明嘴唇 沒想到他在7點15分 進到家門之後 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那就在今天早上11點多的時候 黃宏生的父親是來到住家 要找黃宏生 結果發現敲門啊 按門鈴都沒有人一門 可能覺得說大事不妙了 報警之後 警方到場就發現 黃宏生已經猝死在家中了 那我們也透過他黃宏生 他住家的平面圖來看 其實黃宏生他住的是一個北投三合街 這一處豪宅的一個所謂酒樓的特別戶 他的房間裡面是有一個浴室的 當時黃宏生他其實已經把浴室的洗澡水給放好了 那他這時可能是正準備要洗澡 沒想到他從浴室離開之後 走到他房間的一個走道的時候 疑似是因為身體突然不適 就整個人趴倒在地 那也因為頭部有汗地面來到一些碰撞 所以當後來警方到現場來做一個勘驗的時候 是發現說黃宏生他的口鼻是有腎血的狀況 最後就是趴倒在地失去了生命跡象 那等到警方來到現場之後 就已經發現說他的屍體是已經僵硬了 另外整個人是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所以最後也沒有送醫 因為也已經回天罰術了 那根據我們稍早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說 其實在這個離公司是把黃宏生的遺體接走之後 包括離公他的遺體 還有黃宏生的家屬 還有整個檢察官 目前是都已經來到台北市的第二殯儀館 來準備要進行一個香宴的動作 那等到香宴結果出爐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小鬼黃宏生為什麼會突然猝死的真正原因 那其實我們知道黃宏生最近這一兩年來 他主持一個外景節目是受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好評 尤其是他的主持人搭檔是綜藝天王吳宗憲 吳宗憲也非常欣賞他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他接受網路媒體的訪問 是表示說他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消息 因為他說其實在他們上週一起錄影的時候 他甚至還說包括另外一名主持夥伴KID還有黃宏生 他們都是他在演藝圈或者是說主持界非常看好的後輩 那甚至說他們可能未來就可以來接班吳宗憲了 當時吳宗憲還開了一句玩笑說 會不會這就是我最後一次錄影 沒想到只有最後一次錄影的竟然是黃宏生 因為就在今天早上11點多的時候 是傳出了黃宏生的死訊 那其實吳宗憲根據我們稍早掌握到最新消息是說 吳宗憲其實曾經承諾黃宏生 因為他非常看好他 所以甚至是承諾他說 今年沒有入圍金鐘獎沒有關係 明年一定會帶著黃宏生走上金鐘獎的頒獎台 來獲得這個最佳包括綜藝節目 或者是主持人的獎項 沒想到這個願望可能再也沒有辦法實現了 因為就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們是得知到了黃宏生的死訊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他的親友啊 包括他的粉絲其實都非常難過 也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說 黃宏生為什麼會這麼突然的促世在加州 那稍後有最新消息 我們將持續為你做插播報導 以上是記得掌握到的最新情形主播